前腹管 一个非常重要的解剖结构 它和 踝关节前方 和足背部疼痛 有关 同时它还和腰痛有关 具体前腹管 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前腹管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结构 肥肿神经的分支 肥肾神经 肥肿神经从 后方坐过神经这儿 发出以后往外 接着绕到前边来 马上封为肥浅和肥肾 而我们现在讲到 这个前腹管主要指的是 前腹管里面 有的结构是肥肾神经 肥肾神经往下走 在颈骨前肌的身边 颈骨前肌的身边 继续往下走 在这个 升级知识带的身面 你看在这身面走 继续再往下走 在某短 升级的身面 某短升级 我们来看这 这是某短升级 这是某短升级 某短升级身面 是肥肾神经 这样走行 那么这个前腹管 指的是哪 前腹管就指的是这个位置 这个 升级知识带 身面的这些结构 那么当 当这个患者出现了 怀关节前方的疼痛 比如穿的鞋比较紧绷 比如蹲 蹲坐着 向前弯腰长时间 这样的姿势 造成这个地方的筋膜 粘连 那么会压迫身面的 这个神经 而造成 而造成 第一和第二指 相对圆的皮肤疼痛 但是这个患者 主速过来的时候 会出现这些疼痛 这虽然是肥浅神经 所支配的区域 但是 这个 会放射到这个地方疼痛 那其实最终 最主要的是这疼痛 这疼痛 那当然了 如果这个损伤的部位 比较低的话 一般没有运动功能 也就是说 他所支配的筋骨前肌 还有其他的身肌功能 是没有障 那如果相对高的话 可能会出现运动障 可能会出现运动障 那所以 这个地方 就这个位置 损伤以后 一 会出现脚面的疼痛 二 会向大拇指这个方向放射 三 会出现 怀关节前方的疼痛 四 这个不要忘了 这个地方 卡压到 肥腫神经的肥身神经后 会使得 这个卡压 往上带长 而造成腰痛 所以有些腰痛的患者 你不要小看这个点 就这个位置 你找到 最关键的筋膜 卡压点的话 一下子可以进 那以上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前腹管解剖 以及他的临床群